其实我们觉得可能不够太完美 因为我们排的时间太短了 另外一个是那一年 那一年的春节晚会是历史以来 春节晚会语言节目最少的一次 一共五个语言节目 所以说很激烈 这个我们就彩排了两次 对 因为这中间一会上一会下的 最终你们还是上去了 对 东霖跟我说复活了 我都不相信 我说不会的 春晚还有复活赛吗 当时我也是 我也是接到的电话 东霖是我们参加新联新嘛 我已经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了 东霖是在另一个新联新 反正你俩都不在一个地儿 他在泡澡 我在泡澡 然后告诉你你赶紧回来的 对因为都是都是大活动 连夜飞 那已经年二十九了都 对对对 直接就三十就直播了 对对 后来你们俩又合作过吗 在春晚上 没有了 这是最后一届了吧 对对对 你们在生活中一起 比如说交流多吗 吃饭啊什么的 好像不太多 吃饭不多 你怎么那么偷啊 没有 因为她工作忙 而且她这个 莉莉啊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印象 最好的印象是什么 她的家庭观念很重 特别是那几年她女儿小 那简直排练 排练完了一分钟都不停留 就回家 就得回家 你说多不容易啊 这当妈的 而且排练间隙当中休息那三分钟 一定是在跟她女儿 打电话 打电话 哎呀 女儿啊你快睡觉吧 妈妈一会儿就到 坏了坏了 我说错了 我不应该说一会儿就到 她女儿还真就不睡 哎对对对对 就等着她 因为我们排练都在西边嘛 我们家住在东边 所以每次排完练就从西边那么赶 对她还很远 很远 对 她真是为了她的孩子 她有一段时间 就放弃了 都没有拍戏 哎也也没拍戏 有几年啊 我两三年没拍戏 然后呢 有一两年春晚 我也放弃了 她就没来 就是没来 搞你了 对 每年她是 因为她特别好合作 你看她跟春晚的 好多的艺术家都合作过 她特别好合作 当时你拒绝 或者说你推掉春晚的时候 你就没有顺带脚的介绍给我啊 春晚不抽签 你这夏丰印象是什么样的呀 我觉得原来她长得不是这样 年年轻 刚才我还在那个屏幕上说 你看你那时候多瘦啊 对 她属于那种小巧玲珑 然后浓缩精华 她太聪明了 我今天 高跟鞋 你这有意思吗 昨天买的 天哪 昨天 Because I опять 我可都应该 明镜需要